第二个话题就是 我很害怕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总是会有些人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帮川普说话 总是会有些人是说 你又开始骂拜登了 你又开始说民主党什么什么不是了 我说那肯定不是 你得看了我们在聊什么才对 对不对 我们里面讲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2020大选 很快就要开始了 那么川普现在在忙着连任 他在跟中国谈贸易 希望谈一个贸易的协议 来助帮助他成功的连任2020总统 但是这里面呢 民主党他也肯定是耿耿于怀啊 他当 但是现在民主党的最大候选人是谁呢 就是前副总统Joe Biden 但是呢 Joe Biden现在面临着一个政治生涯中 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他现在 就是连续被曝不当行为的丑闻 我不知道以前大家对Joe Biden了不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跟人身体接触的一个 一个副总统啊 男的女的他都不放过啊 包括当时奥巴马在任的时候都说 Joe Biden massage good 就是那这里面 就我们先把那个 我们先把那个丑闻说出来 就是说呃 就是说前内华达州州议员啊 弗洛雷斯就是说说他说Joe Biden 亲过他的后脑勺 现在呢又有一名女性说呃 那个Joe Biden不恰当的碰了他 还跟他碰鼻子啊 男女之间碰鼻子 我们可以把那个图调出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指控的那个女主角 就是这个人 他是他是康乃迪格州的女性 埃米伯拉斯 拉伯斯 埃米拉伯斯啊 就是说 然后这个人就说 在2009年呢 拉伯斯表示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投诉过他 因为他是副总统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I'm nobody 就是他位高权重 我即使投诉了他 呃 也没有什么用 那这个是这个呃 女方说的话 那么在3月31号呢 76岁的拜登发表声明 强烈否认所有的不当行为指控 不过承诺他会carefully listen 就是恭敬的倾听任何对他不当行为的指控 拜登说啊 在我多年的竞选活动和公共经历中 我进行了无数次的握手拥抱 并表达我的感情支持和安慰 而我相信我的行为从来没有是不恰当的 如果有人这样说 那么我会听 但这绝对不是我的意图 他还表示我仍然是女性权力的最坚强倡导者 我将努力继续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所做的工作 以结束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并确保女性得到应有的平等待遇 好了 这就是Joe Biden的声明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那个刘律师 您对Joe Biden的这种行为 我首先说 如果从那个行为的举动上看 就他真的是非常亲密 背后摸女性啊 摸他肩膀啊 或者是蚊边的耳朵 蚊边的头发 但他声称 这只是他表达自己对人的关切 这里有一个尺度 我想问一下 刘律师您觉得这个尺度 Joe Biden是cross了呢 还是这句不他所说 就没事 您怎么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几点背景 我跟大家沟通一下 那第一呢 Joe Biden呢 他其实呢 已经非常年纪非常之大 76岁 76岁 对吧 这第一个 Joe Biden实际上是个老头子 对 非常老的老头子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Joe Biden从事公职 可能超过40年以上 对吧 那么之前呢 他是做国会议员 后来副总统 对 他一路 然后呢 是在美国政坛 然后呢 摸扎打滚 老油条了 老油条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这里面提到什么呢 那么 Joe Biden 他在美国政坛 超过40年 对 这40年来 至少没有听到公开有女性 对 指控她 对Joe Biden各种指控 对 然后呢 不但指控 成为一个新闻热点 对 什么时候开始的 Joe Biden 准备竞选美国总统 没错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刘律师要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背后的一些操弄 对 那您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背后 这个政治操弄的意味很浓 是这个意思吗 我感觉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政治操弄 对 政治操弄 那么有人说刘律师 政治操弄是表示Joe Biden 没有做这个事情 对 不是 我觉得Joe Biden的确 之前可能有过类似的行为 自体接触 的确有自体接触 这个不是没有 对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之前不是个是 现在是个是 对 为什么呢 偏偏这个时候出来 对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对吧 很简单 打个比方 你这个超速 在洛杉矶开 这个每个路超速 没有不超速 对 对吧 对 那么没有人被抓 你被抓了 这里面呢 可能你被抓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超速 因为每个路超速 对吧 可能这背后的力有引擎 对 可能是什么 可能呢 你呢 你的法拉利后面 有个人头 对吧 他把你拦下来 才看一下 闻一下 有没有人头的味道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这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呢 给我感觉这个事情呢 第一 我觉得是政治操作 对 那第二点 Joe Biden的确有 有没有跟女性过分亲密 第二点 我觉得的确是 对 因为 为什么 有图为正 对 有图为正 的确是 对 非常的 我看了一下 的确是有知底结束 但至少 但他心中 有没有这个邪恋 嗯 这个是关键 对 是的 对 给大家来讲个小故事 之前呢 那个 有个这个老和尚 跟小和尚 两个一起过河 准备过河的时候呢 看到河边的一个 美艳的少女 哎 美艳的少女呢 并且呢 衣着非常清凉 嗯 可能 小和尚看了之后呢 面红瓦刺 对 心里扑扑直跳 起了熟练 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说起了熟练 只不过呢 还有人性的一步 不能说起了熟练 对 然后呢 正在这个时候 这个美艳少妇 然后呢 跟这个像老和尚 猛抛媚眼 跟老和尚说 哎 师傅 能不能背我过去 哦 是吧 嗯 这个师傅说好 嗯 这个小和尚当时看得很生气 说为什么不叫我背 我离起更大 哎呦 但是呢 他一定要叫老和尚背 嗯 老和尚就把这个 这个美艳少女 然后呢 背着从河里 走 套过去 对 然后背的时候呢 这个少女呢 各种撒娇 各种呢 抛媚眼 小和尚看得 面红耳赤 哎 对 七七六一起来了 心里小鹿乱撞 对 对吧 但老和尚面不改色 然后把他背过去 把他放下去走了 走了之后 小和尚就非常愤愤不疲 我老和尚说 师傅 你不是跟我们说 男女收受不齐 对 对不对 你为什么 要背这个美艳 这个 这个少女过河 哎 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机会 让给我 对吧 为什么你要 对 抢在我前面 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嗯 这个老和尚呢 听了微微一笑 哎 他说 我早就已经 把他放下了 哦 你还没有 这就是佛 对吧 哎 普及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懒成 哎 对不对 对 问题在于 是不是Joe Biden 他真的要占女性的便宜 对 问题 他认为说 我这是表示一个 因为我要竞选 我拿你的选票 哎 表示我对你关系 对对不对 嗯 那么呢 所以呢 我可能近一点 对 因为为什么 Joe Biden 他明显 他呢 是一个 民主党 不但是民主党 明显的Joe Biden 他不是同性恋 也不是同性恋 支持很明显 对 就换句话说 如果Joe Biden 他只是占女性便宜 嗯 那么他应该对女的很亲密 对男的可能会 对 保持距离 对 他不是 他是男女通吃 对 男女通吃是不是表示 Joe Biden 他是双性恋 嗯 对吧 一个都不放过不是 而是表示Joe Biden 他就这么一个人 对 他喜欢肢体经济 本性如此 是这样 对 对不对 也不就就演演 如果这样的话 他这个 他比如说 他说那个 他假设说他要占女性便宜 他要占欧巴马总统的便宜 第一 欧巴马是个男的 对 第二 欧巴马是他的领导 对 对 对吧 他怎么占他便宜呢 对嘛 所以就一直都 他对谁都 所以是他呢 心里没这么认为 但是有的女性会不会说 你不这么认为 但我不喜欢这么近 这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没关系 inna appropriate 没关系 就是说 如果有个女性呢 你本身就觉得说 我不喜欢这么近 对 对吧 尤其呢 Joe Biden 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因为年纪偏大 对 因为老年人呢 他会这种 身体呢 发出一种 非常浓烈的异味 有一种的臭味 是 实际上 就不管他这个西装 多高级 领带 多光鲜 香水有多浓 香水多浓烈 但他身体的体味 会非常浓烈 那么可能一些女性呢 觉得说 you gotta be kidding 然后呢 被他这个浓烈的体味 好像抽了一个耳光一样 stay away from me 对吧 还有一个 一个 一首歌 像中枪一样 Oh my god 就把他拿过来 觉得说 you gotta be kidding 对不对 这个呢 是可以理解 但他自己呢 可能意识不到 对 对不对 那么刚刚就是 说得很好 就是说 我早已把他放下了 刚刚刘律师说的 那个 菩提本无数 这首诗呢 六祖慧能写的 那么我是广东韶观人 我天天拜六祖慧能 他的真身呢 我从小看到大 所以刚刚听到那首诗啊 我也是感慨万千 那这里面就是说 还是回到这个 Joe Biden这个问题 就是说 那现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就是说 好了 现在的丑闻不断 那么2020大选 又要来了 那川普呢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他呢 你看就业率 在三月份又猛涨 百分之十六 贸易协议又快达成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泼脏水的行为 真的就会让 Joe Biden 失去竞争力呢 你对Joe Biden选这个总统一定会有影响的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这个总统呢 也是趁乐打铁 对吧 发了个推特 Joe Biden说 Joe Welcome back 对吧 Did you have fun 对吧 那个视频 又为什么总统非常不爽 总统想我还付了13万封口费 你这个孙子一分钱不付 太不公平了 对吧 是的 那么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里面 我相信有很多海外华人 他是美国公民 那么你们可能就是 想要了解一下 Joe Biden现在的情况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他Joe Biden呢 曾任第47任美国副总统 在1988年和2008年两度竞选美国总统 均告失败 然后呢 此前有民意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川普和拜登 若参选总统会选谁的时候呢 56%给了拜登 39%给了川普 6%是不确定 那么现在2020大选很快就要来了 大家可能就是要开始 可能观察一下政治投投票 那么我就相信 就大家就是 根据你自己的阶层 不同人去给出的选票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懂政治 说老实话 就是之前的并且呢 这个Joe Biden 跟这个川普总统之间一个过节 他明显说这个川普 他说这个非常一个做行为不对 不尊重武器 没错 他说我真的想把他揍一顿 对吧 川普呢 后他是公开场上说了这个话 对 川普后来推着 立刻反击 他说你这个 Joe Biden 你这个死老头 对吧 不行我们出去练一练 对吧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讲话也说不清楚 对吧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两个 两个老头 对吧 一个比一个狠 死掐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们呢 其实都有道理 因为为什么 川普觉得凭什么 我要花14万份国费 就是 你一分不花 这个不对 要拖点脏水 对不对 那Joe Biden觉得说 这个我现在只不过呢 对人比较客气 肢体近一点 那么你们就把我说的狗血奔头 我们川普总统 他呢是直接用手抓乳性哪个部位 对 不是这样做总统 对吧 是这样吗 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命 对不对 对 真的是这个意思 Joe Biden应该说 他抓 我要抓得更厉害 抓得更多 对 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抓得任心无愧 可能是这个意思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Joe Biden的事情呢 我们也就是说 到这里 所以我一直说一句话 政治就是狗血 政治家就是婊子 不过唯一的不同呢 他呢 做完婊子要立牌坊 对吧 对 唯一的另外还有巨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这个婊子工作的时候是不穿衣服的 政治家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呢 像我这样 像James一样 要能武能六 对 西装领带 对吧 是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我们说到就是说 刚刚刘律师就是说 佛教 宗教 宗教这个意思 那么 Joe Biden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 但其实我们会有更多关于Joe Biden 以及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 比如说Sanders 比如说Bloomber 他们的那一些民调呢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给大家在下周进行那个报告 还有就是川普 他是否能连任 我们也是很想知道 那到时候呢 关于 到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民调 强调给大家 好